您现在正在收听的《王的女人谁敢动》 作者 烟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透气之作 千学 第二百四十集 这 就是后宫 在这四面高墙围堵之下的女人们 每天的每天都做着同一个梦 梦想圣上独宠自己一个人 然后一飞冲天 连皇后都可以不放在眼里 又是每天的每天从梦中醒来 痛苦却又不得不清醒地接受眼前的一切 没有什么所谓的独宠 没有什么一飞冲天 皇后依旧是见到就得躬身躲在一旁 依旧是在她面前呼吸连重一点都不敢 生活很绝望 却还是得要绝望地继续过下去 后宫看着光鲜亮丽 看着笑语奄然 那只是你看不到每个人背后的失落和伤感 甚至凄凉 九王爷和宁太后的到来 让静妃院子里的宫女们震惊了好一段时间 之后 静妃这个院子好像开始热闹了起来 过来慰问的 哭丧的 送病的 很快就多了起来 人就是这样 但这一切和湛落是都没有任何关系 她只是一直跪在静妃的遗体身边 不吃不喝 不言不语 直到出病的时候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母妃被送走 被葬在皇陵最偏僻的角落 因为没有皇子 因为没有特别的贡献 静妃的灵位 连皇族祖庙都不能进 只能放在角落的小庙里 湛落日没有吵闹 也没有要向启闻帝申诉的意思 其实 母妃一生都在安静中度过 她根本不喜欢热闹 她只想要一份安宁 小庙 有小庙的好 这里住着很多 寂寂无闻 却又是在皇室中度过了一生的女人 这里 或许还能有一片净土 至于祖庙那里 争权夺势的鬼魂太多 母妃去了 会被欺负的 从静妃身亡到出病结束 启闻帝因为身体抱恙 除了让大公公过来慰问 并送了不少礼物之外 她本人就没有路过一次面 皇家无情 可见一般 后来 南门容醒了 南门夜来了 宫中乱了起来 湛青城 让湛落日 暂时住在九王府 她一点意见都没有 应该说 湛落日从头到尾 就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 甚至 脸上没有过任何一个表情 这是第三日 她还是不吃不喝 连一滴水都没有浸过肚子 就连她平时最尊敬的九皇叔去看她 她也只是坐在床上 不言不语 没有任何反应 湛青城脾气是暴躁 可这一次 对着这样的湛落日 也是束手无策 也许 暴打一顿便好 第三日的夜晚 当食物再一次被端回来的时候 湛青城 有点没耐性了 宁太后一听 立即就慌了 阿九 可是使不得 日儿现在这模样 你还要刺激她 万一她想不开 暴打一顿 湛青城 当然也只是随意说说她 看到湛落日现在这模样 怎么可能舍得 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一刻那般脆弱 虽然平时 湛落日和她很亲 但最亲的人始终是她的母妃 母妃是湛落日这辈子 唯一能依靠的人 不是生活中的依靠 而是心灵上的依靠 她和母妃相依为命这么多年 虽然母妃对她一向严厉 但她是真的很爱母妃 现在 好端端的 母妃说没就没了 以后她一个人孤零零的 要她如何过下去 我再去劝劝她吧 凤九儿 从侍卫手中将饭菜端了过来 她回头看着九皇叔 也是无奈 晚上让人多准备点吃的 我可能随时还会用 太后娘娘 九皇叔 我先过去了 得到他们首肯之后 凤九儿才端着饭菜 走出偏厅 转过长廊拱门 敲响了湛落日的房门 里头一点动静都没有 她也不准备等里头的人回应 只是敲了两下门 便推门而入 湛落日依旧坐在床上 倚着床头 看着不知名的角落 目光无神 你要吃吗 九儿将饭菜放在桌上 回头看着她 这不是她第一次来看她 过去那两日 她每天都过来很多遍 只是 湛落日始终是像过去一样 根本不理会任何人 就连九皇叔都不理 怎么可能理她 这么一个认识一个月的人 但今日 已经是第三天 加上静妃去世那一日 今天是第四天的夜晚 三天半了 她连一口水都没有喝过 难道 真的要将自己活生生 给折腾死吗 劝她的那些大道理 太后不知道说了多少 什么她母妃 也不想看到 她现在这样 什么 再这样下去 母妃在九泉之下 会不安宁 类似的话 有人说过太多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用处 凤九儿坐在椅子上 看了她好一会儿 忽然道 想不想知道 你母妃临终之前 跟我说了什么 湛落日眼底 浮起了一丝 异样的神色 但很快 便又恢复了平静 但这次 她至少愿意 开口说话了 母妃不让我知道的事情 我不问 其实 也不是不想让你知道 只是 只是什么 她没脚动了下 你过来吃饭 我再告诉你 凤九儿 凤九儿推了一下 自己跟前的碗筷 站落日眼底 染上一丝丝的厌恶 没想到 这个女人竟然如此骗她 我不是在骗你 不过 你要是饿死了 将你母妃的话 告诉你也没有用 是不是啊 她还是没反应 凤九儿似乎 有点不耐烦了 她站了起来 这样吧 你要是真的不想知道 那就算了 我先走了 她转身就要走 站落日 却有点急了 母妃说了什么 她想知道 她迫切地想要知道 之前不敢问 是因为怕母妃 在九泉之下不高兴 但凤九儿如此诱惑她 她现在 真的忍不住 所有关于母妃的事情 她都想知道 过来吧 吃完了 我就跟你说 凤九儿 在桌旁重新坐了下去 乖一点 大家都能好过些 站落日 大掌越握越紧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从床上下来 走到桌旁坐下 大口吃了起来 九儿看着这样 几日没有收拾 现在 男不男女不女的家伙 忽然间 就心酸了起来 在站落日 努力吃完东西 眼巴巴地 看着她的时候 凤九儿 深吸了一口气 才到 你保证 以后听我的 我就告诉你 你母妃临终的愿望 是什么 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